早在1950年香港法例已經禁止 屠宰任何狗隻貓隻作食用之用 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 事實上香港人已經很少人說吃狗肉 貓肉更不用 但為何這件事近期 首先早前好像油麻地 有間凍肉店聲稱賣貓狗肉 馬上食環處檢舉他們 驗出那裡有些基因 大家覺得是偶然事件 但這次為何令政府為之緊張 有些在網上公然出賣 在網上賣的東西 有時政府也很難查到 因為它可以隱藏 尤其是當網上透過大陸 現在這麼方便的人肉速遞方式 不一定是順風 因為很多北區居民現在速遞當日的晚餐 已經成為一時的風尚 但這種交往越來越密切的時候 會不會助長了 因為國內吃貓肉吃狗肉 這隻古靈精怪的肉其實挺普遍 怎樣的地方有所謂狗肉切 肉蘭 是不是肉蘭 那裡真的 在國內引起很多迴響 但在內地來說 一寸香村一寸泥 我相信 剛才看訊報也知道 深圳珠海立了法例不准 因為以前我也公然可以進食這個香肉 事實上 食狗的傳統在中國的文化上 是流傳狗軟 三六滾三狗和尚都站不穩 有一個傳奇人物 這些是張回小說的制公 出家人都吃狗肉 其實除了中國 韓國也是吃狗肉 亦受到非議 對香港人來說 香港人比較文明進步 在1950年已經立例禁止吃貓和狗肉 事實上 雖然我小時候的階段也見過 但隨著教育 隨著人和動物之間的關係 越來越密切 真的有一段我自己的觀察 70年代以後的人 就算是上一代人 都已經是視食狗肉貓肉的禁忌 有一句說話叫做偷雞魔犬 偷雞魔犬 即是說那些不法之徒 偷人的雞 偷人的雞 偷人的狗 都是用來吃 即是說 以前來講 香港也曾經出現的情況 有些不法之徒 在街頭的流浪漢 真的去偷狗 偷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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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來食用 這些都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 法例的慢慢收入民心 這些行為已經少了 但今次網上發貼賣狗肉 其實又看到案中有案 不單是違反香港的法例 禁尺狗肉 原來本來也可能是隕含著 另一種行騙的手段 對 這種行騙手段 就是套取你的手機的資料 甚至乎你要讓出你的手機的權限 令到它可以在你的銀行上 進行一些交易 那就閉加火了 它可以移動你的手機的權限 又有你的銀行的資料 這個正正是詐騙集團 是夢寐以求得到的東西 他想到很多東西 香港你也有 什麼你沒有 我有 有一個吸引力 所以兜售狗肉 這件事情 我想不單是賣狗肉 這麼簡單 背後也可能有很多行騙的可能性 它存在 所以政府現在相關的 這時候幾個部門都很緊張 找到警方去查 其實這次網民自己發動 要求有關當局立刻工作 不是有單當局自己 因為我昨天看他的新聞稿 就說他們一看到網上的消息 是網民吵了一輪才去工作 這方面也看到 特別是香港的新一代 他們拒絕生兒獄女 那些人的母性父性 那種愛以何處寄託 原來自養貓狗 發覺現在一大盤生意 比賣狗肉更合法 有關寵物的專門店 賣寵物的配件 甚至越來越多 我星期日去山頂 行山頂 一定看到很多人推著小車 以前推著BB 現在不是推著小狗 那些貓狗車等同BB車這麼貴 很厲害 尤其是我一段時間 在國內有一本雜誌做 那時候剛剛是什麼年代 就是千禧年初 國內很流行養寵物 但衍生了一件事 就是偷寵物的案件很多 那時候他們在想 很多的設備 是怎樣防止寵物被人偷 那時候沒有這麼先進所謂電子 而是那些伸長縮短的繩 或者是那些車有鎖 諸如此類的東西 所以看到狗肉的新聞 想想中國傳統的民間飲食文化 現代文明的進步 現代人對貓狗的愛護等等 看到很多的歷史文化混在期間 所以也值得我們去思考 但是密切地方有兩套法制 是有一個矛盾出現的 香港和深圳或者崇宗的大哥 已經沒有以前一何之價 現在你看看人員要貨物的往還 但是內地不是立法 好像香港應該禁止的 這就是問題所在 為什麼今天信報 他說應該在全國立法禁止吃貓狗 他又不是要遷就香港 而是追上現代文明國家的批範 比如亞洲國家很多都是這樣做 比如以前韓國都吃狗肉 韓國都吃狗肉 他們覺得狗肉是很寶 很新的 從陰陽五行來說 他們認為這樣 大家看看 韓國之國旗 是太極在中間 你就知道他們是講陰陽五行 如果我認識吃狗肉 都含有這個含意在裡面 所以這個真的是 飲食文化 現代文明 這個法律等等 但我們當然集中在中港方面 因為現在中港很多互聯互通 但事實上 除了很多社會的習慣適應 大家都很接近 但仍然有一些地方 是兩套不同的法律 有些東西在香港 是嚴格收入了半世紀 不行的 在內地是大行歧道 為什麼不行 狗肉節也可以繼續推行 是的 狗肉節就是 夏至狗無得走 民間有一個 夏至當日殺狗 而且他們很有規模 那些狗通常有養 有狗場的養 專門居食用 確保並非流浪狗 食後安全 狗肉節也吸引不少愛狗之徒 愛狗不是養草物 食狗之徒 去大飽口福 但都看到兩地之間的差距 所以順便提出 是否全國全面立法 初步拿出來談談也有意思 但是牽涉到更宏觀複雜的問題 就是沙士 現在基本上2003年沙士 都覺得與野生的果子餌有關 新冠也說與蝙蝠可能有些關係 這些野生動物 牠們的帶菌 未必是人類 醫療科技上能力能夠控制得到 如果我們透過食牠 而染了新的不明狀的疾病 流行病會不會有另一場 像現在的新冠病毒 對世界的衝擊這麼嚴重 我想起明時的風狗症 有一段時間大家聞風狗而識變 可想而知 從我們經歷過沙士 新冠肺炎等等 都覺得人與動物世界那種的互動 很多東西失去了原有的和系和平衡 所以南韓這麼習慣吃狗肉 對狗肉有一套狗肉文化 牠也是在找人立例 立例禁止 牠都不是馬上推行 都有一段適應期 有三年讓大家去適應 因為南韓有很多合法的養狗場 專門提供狗肉的供應 對 但是很差勁 中國人我不知道外國怎樣養 野生的東西 魚當然是海魚好過養的魚 吃野生的東西 才是最保、最好吃、最有益 但是老總剛才所說 天有天道 其實整個大自然界之中 有一種是我們人類看不到的 之間的平衡和協調 還有香港早在1950年立法 和英國殖民地管治有關係 英國人都視狗為最好的朋友 所以你看到狗肉文化 和人類對這些貓貓狗狗的看法 和民族社會的歷史很有關係 對 但是人類現在都面對問題 出生到降低 但是養貓狗的人多了 真的 我身邊很多朋友 都是養隻貓、養隻狗 比養人更好 不過我剛剛從英國的朋友口中 說你們知道BNO這個計劃生效之後 知道香港拿著BNO的人去英國 生了2000個寶寶 去當地 當然 原來你一旦宣布大土 所有福利都會齊全 所以我們不能迴避 決不決定生育率 有很多因素 但不能忽略其中是社會政治因素 大家就很欲與環憂 講到這方面 大家都很想不說一件事 但心裏面也有一件事 為何不生孩子呢 很貴 沒時間教 讀書也難 但一件事也部分家庭想想 我不想孩子在某種社會的制度 文化之下去生存 也有些家長會這樣看 連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